大家好,我們今天又要出外景了,非常的開心 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彰化市的京城夜市 那為什麼要來這邊呢? 因為聽說這裡有賣一種還蠻特別又蠻好玩的東西 現在非常的流行 而且跟法律還有一點點小小的關聯 所以我要來這邊探聽一下 不過在那之前我要先填飽一下我的路子 趕快走吧,我等不及了 我們現在要先吃個豆花 我要來玩投籃機 好久沒有玩 52分 所以我們本來是要找現在很流行的芒包 好像說聽說在中南部非常的流行 可是我在這邊繞半天竟然都沒有看到 所以只好改變一下戰略 去找找看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 老闆你們不在什麼賣? 全部都100 那它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 超過100塊下去 一定都是兩樣東西 一定都是超過100塊下去 對 因為它裡面都是兩樣東西下去做 兩樣東西喔? 那是什麼東西? 可能對你有用 對你沒有 看過了 阿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 我過去那邊買 聽不出來裡面是什麼東西 老闆說裡面有玩具 可能也有三十用品還是生活用品 那我就隨便挑兩顆好了 老闆那我要這兩顆 哈囉 我現在已經回到我溫暖的小窩了 那這個呢就是 我從夜市裡面所買到的福袋 那這個呢 因為其實我逛了好幾個地方的夜市 都沒有看到有人在賣芒包啦 不知道為什麼 是他們聽到我要去就通通都說起來了嘛 所以呢我只好托我朋友 幫我去夜市買了幾個芒包回來 那它是以100公克40元的價格買到的喔 那芒包呢會有什麼樣的法律上的問題呢? 這個就是 尹德律師等一下要為大家解答的地方 好那我們現在來說說 芒包到底是什麼 芒包呢 據說是一些物流業者喔 那從超商裡面喔 就是沒有人領取的這些包裹 或者是貨品喔 退回去之後 那業者以低價收購以後 再拿出來趁重販賣 比如說這個就是 尹德律師的朋友 以每100公克40元買到的 大家從一些YouTube影片之內可以看到啦 業者在夜市裡面拍賣這些芒包的時候 他並沒有跟你講裡面是什麼喔 他只是跟你說 這個是人家推貨的東西 那有可能你運氣好啊 就可以用很低的價格買到 據說還有什麼名牌包啦 之類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呢就會抱著說 想試試看手氣 想要以小博大這樣子的心態去買喔 那這個時候呢就會發生一些問題囉 不過我們先不說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開箱看看這些芒包裡面到底是什麼 那因為這個是100公克40元買的 那我們來秤重一下看他是多少 好這個是270公克齁 那我們看是多少錢 對我的算數非常不好 我一定還要再用計算機 這個如果是秤重算的話要108元 那我們先來開箱看看他裡面到底是什麼 哇它裡面還有一個盒子耶 還弄得蠻漂亮的 結果裡面搞了半天然後 這個 嗯這裡面沒東西 有一盒這個 這個應該是 上面是木瓜 木瓜的香皂 我老實講這個味道 有點怪怪的 好吧如果說大家在 喔網路上還是一般店家買一塊肥皂 大家要多少錢 那這個他是賣107塊啦 大家就會想想看說值不值得 好我們再來開第二箱 那第二箱上面有一些這個 收穫人的一些資料地址啊 個資啊這些 好我要先秤一下他是多重 這個是487公克 那我們看他如果這樣子賣的話要賣多少錢 哇要194塊8 將近200塊的價格 因為他看起來蠻大的啦 所以我還蠻期待裡面到底是什麼的 那 那 呃也許有的網友會問說 欸上面有個資啊 會不會有個資法的問題 可是其實你也不知道說這些 這些 這些上面的資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啦 因為現在就是說盲包到底是怎麼來的 其實眾說紛紜 那如果說他是真的地址的話 確實會有一些個資法的問題 好我們看他裡面是包了好多層喔 這個 這個是保利龍報紙 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像布一樣的東西 而且都臭臭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 你看這邊有一個孔 然後這邊沒有 這個是布袋嗎 是Combo用的嗎 這到底是什麼 啊我知道了 它應該是枕頭套吧 套兩個 然後只有一邊有洞這樣子 好我覺得應該是枕頭套 有點臭 其實資料不算很差啦 可是 什麼想到不會想要買這個顏色的枕頭套吧 好這個要將近台幣200元 那 對 大家也自己想想看值不值得好了 好 我們帶來開第三包 那第三包它一樣上面有一些 收件人的資料 好這個是223公克 嗯 如果換算的話它是將近90元 然後裡面又包了一層 我覺得他們都包很多層 要增加它的重量嗎 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我要跟我朋友講一下 好好選一下好不好 這到底是什麼啊 生氣 應該是一個小的 這種放東西的 盒子 是還蠻可愛的啦 上面有北極熊的圖樣 可以包一些 化妝品啊 保養品啊 或者是一些小招物之類 好啦這個是我覺得 我今天開箱三個東西裡面 應該是感覺質感比較好的東西 這個如果花90塊買 我覺得還可以啦 還可以 好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箱的 盲包裡面的東西喔 可見我的運氣是真的 不是很好喔 買到東西好像不是價值很高的喔 那大家可以發現喔 在買盲包的過程中呢 消費者通常是抱持著說 欸我可能會花很少的錢啊 得到價值很高的東西 這樣子的心態去買的喔 而且呢這些老闆呢 他在你買的過程中 他也不會跟你講說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他會跟你講 可能你是會 只要花一點點錢啊 就可以得到價值很高的東西 可是他也沒跟你講說 有可能你花了錢 那是得到價值完全沒有辦法相等的東西喔 所以呢這樣子的情況呢 是完全憑消費者的手氣去決定說 你到底是買到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 他就是帶有一點賭博的性質 那如果說是在公開場合 做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就有可能會構成 刑法的公然賭博罪喔 其實這個問題呢 就跟我們之前提到的 夾娃娃機的情況有點像 為什麼現在夾娃娃機 都要有保證取物這樣子的機制喔 就是為了要防止說 他沒有那麼具有賭博性質喔 消費者花了一定的錢喔 一定可以取到相同的價值的東西 所以那個是夾娃娃機的機制 可是呢現在販賣盲包 這樣子的過程中 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子的機制啦 所以這個可能要提醒業者 要小心一點的地方 好 現在我們再來開箱 我買的不帶 看到我在買不帶的過程中呢 那老闆呢其實他是有一直強調說 欸 它裡面的價值喔 一定是等同於我所付出的價值 那我記得我是以100塊的價格 去買到一個不帶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說 裡面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到達100塊的價值 喔 我是在一家專門賣玩具的地方買的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個小提琴 這可以彈嗎 然後還有個 置物價 不會有聲音啦 可是就 你可以玩一下這樣子 好 這個是第一個不帶裡面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不帶裡面 什麼嘛 第二個東西完全一樣啊 也是一個置物價 然後跟一把小提琴 這個完全沒有驚喜好不好 那我現在有兩把小提琴 跟兩個置物價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辦 那大家覺得這個有100塊的價值嗎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 以目前市面上放賣的價格來講 100塊應該還是有啦 好 現在我們就來講一下喔 福袋跟盲包到底是差在哪邊喔 雖然兩個東西呢 那都是你在買的時候 你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可是福袋喔 賣福袋老闆他會一直跟你強調說 你買到的東西喔 保證就是說符合你 所付出的這個價格 可是盲包的老闆呢 他會跟你強調說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你有可能可以買到很好的東西 那有可能 運氣不好的話 就是買到很差的東西 它的價值是比較確定的 那盲包的價值呢 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所以呢 盲包他就比較具有賭博性質 因為他必須要看消費者的手氣跟運氣 來決定說他到底是買到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說是以價值方面來講的話 福袋呢 他就不會有賭博罪的相關問題 那可是可能也有網友會有疑問啊 像百貨公司啊 或者是一些大賣場啊 常常也會有一些促銷活動喔 那他們會標榜說 你購買福袋的話 有可能可以抽到汽車啊 或者是豪宅啊之類 這麼不可思議的大獎 那這個難道不具有賭博性質嗎 可是大家要記得喔 因為福袋呢 是你購買的時候 你已經先取得一個價值一樣的東西了 那這些大獎呢 這些汽車啊 或者是豪宅 這個大獎呢 是附加給你的 可能運氣好的話 他就會得到大獎 可是運氣不好的話 他也不會有損失 等於是消費者 他已經立於一個 穩贏不輸的一個地位喔 所以他就不具有博弈的性質 還有啊 像是很多這個 產品的抽獎 比如說吃洋芋片呢 還是喝飲料啊 也常常會有一些抽獎活動 意思也是一樣的喔 因為這些抽獎活動呢 消費者呢 比如說我花20元買一罐飲料 那我已經先取得一個 跟20元一樣價值的飲料了 那我不用說 我為了要去參加抽獎 我還要另外付出其他的成本 那所以啊 法律啊真的是無所不在 連去觀越市 都可以發生跟法律有關的事情喔 其實用這個角度來想的話 法律他並沒有那麼難清淨 其實還蠻好玩的對不對 好啦希望我的影片別忘了訂閱 律師說真話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跟到我的臉書粉絲頁按讚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